我先講一下今天大概的一個行程 今天會開始介紹一下 我們下禮拜的一個作業 然後我會簡單的快速的導讀一下 我們在這個禮拜當中請各位看的那篇文章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排的進度本來應該是說 開始播放《黑心膠原的告白》這部影片 以及說看完之後呢 就要進行到討論的部分 然後呢 有趣的地方是 我今天真的有帶DVD來 盒子來在這邊 然後發生的事情是說 我們的DVD不見了 剛才我們親愛的助教呢 把這個DVD送到電腦裡面去之後 後來他告訴我說 怎麼辦 DVD不見了 我本來沒有聽懂什麼意思 後來還知道說 他把那個DVD放到光碟機裡面以後 然後呢 在打開光碟機的時候 DVD就在裡面消失了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想想看 我從1980幾年開始玩電腦 玩到現在 大概已經玩了大概有30年以上的時間了 那 有CD這種東西呢 也是大概199年代開始出現的 然後呢 我活了這麼 玩電腦玩了這麼久 活了這麼久 我還沒有看過電腦真的把DVD吃掉的 所以現在呢 我已經請了那個誰 請了助教去管店那邊找人來求救 看能不能夠把那個DVD叫出來 好 那從這禮拜開始 我們進入到的部分呢 是涉及到我們所談到過的一個概念 叫做 行為倫理學的概念 在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這個學習當中 那我現在怎麼 那我現在要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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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要怎麼放電影 那我現在要怎麼放電影 那不能放我要幹什麼 不然 不然上下禮拜 下禮拜他們沒看我怎麼上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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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片源了沒關係 我找到片源了 等一下我先把這邊講完再播好 好 等一下我們再繼續講過來 我們先把故事講完再過來 我們這個學習當中講的東西呢 其實我們在談的事來自於說 我們的重點不在於 教各位說 什麼才叫做對 什麼叫做錯 這個東西不是我在意的事情 我在意的事情是說 一 我們先討論了一下 什麼叫做 我們作為一個人來講 我們平常用 平常是怎麼樣來判斷 什麼叫對 什麼叫錯 所以我們簡單的講了一些 常見的判斷對錯的一些 我們會用來當藉口的一些方法 例如像是 以社會價值最大化 或者說 所謂的一個 效用主義的原則 或者是來自於說是 好 這個事情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這樣的一種 絕對道德主義的精神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簡單討論一下說 在組織裡面 我們一個人 我們在一個倫理行為當中 指的事情是說 我們所展現出來的行為 他的對錯的判斷 會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影響 包括像是我們個人 還有組織層次等等這樣子的東西 接下來我們又簡單的講了一下 一個概念叫做 所謂的一個 個人的道德發展的部分 我們簡單的談了一下 到底 我們個人當中 道德發展怎麼樣發展出來的 在那過程當中 我們有提到過說 在某個階段當中 我們會受到社會的影響 那我們在社會上面來看的時候 這個道德觀怎麼形成的呢 我們那時候用了一個例子 叫做整合性的一個社會契約理論 我們簡單的用社會契約的概念來解釋一下說 其實道德或者倫理 就很像是一種社會契約 而這些社會契約當中 在跨國或者跨產業的情境之下 可能會有不大一樣的一些 對於對跟錯的判斷的指標 接下來我們又簡單的介紹了一下 對於企業來講的時候 因為對跟錯這個東西來講 會跟個人或者組織存在的目的可能有關 所以我們簡單的談了一下 企業組織的這個概念 我們從Shareholders View把它轉移到Stackholders View 來探討的事情是來自於說是 事實上企業本身存在的唯一的目的或者價值 不是只有所謂的一個獲利 也還有包括到其他的一些 可能我們其他要考量的一些因素 然後呢 我們就進行了一點簡單的一些 叫做利害關係的人當中的一個 互相給一個辯證跟討論 從這禮拜開始我們會把角色 模擬到個人的上面 因為我們在一開始 曾經透過簡單的調查當中顯示的事情是說 對於一個人來講 我們人都希望我們的形象是會是良好的 我們盡量不會做錯事情 但很多時候 我們還是會做出一些 別人覺得不太對的事情 甚至我們可能會做出一些 我們自己都不覺得可能是對的事情 但是現在問題出來了 為什麼我們會做這些事情呢 是因為我們一下子就迷路了嗎 還是我們透過了某些程序 來說服了我們自己 那這堂課當中 開始進行的部分呢 就是要處理這個地方的部分 跳到下一頁 好 所以我們第一個文章當中 就介紹了這個文章 叫做 然後 我們每個人都覺得我們會是一個正義的人 或是一個好人 跳到下一頁 再下一頁 好 但是呢 事實上我們可能都不是像這樣子 就好像我們每個人都認為說 像最近要選舉的 他們會指責說 你所不支持的那一方的支持者 你說這群人真是不理性 比較沒有教養 可能會用像這樣之類的字眼在形容他 但是新的問題回來了 我們真的客觀嗎 好像我們在買一本書 或者買一個CD的時候 或者看一個電影的時候 常會先看他的預告片 或者表皮 我們的舊子來判斷 這個是好東西 或者壞東西 但是這樣子來做是對的嗎 所以就有人在說 We are not as objective as we thought 好 跳到下一頁 事實上 對很多的人來講 我們都覺得說 我們想做好人 但是到了最後 就會發現說 想不到 居然我好像又不是真的好人 像劉德華在電影當中出現了這個樣貌 再跳到下一頁 好 那為什麼會有像這樣子的問題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女生好 這個女生長得好不好看 還好是不是 好 這我問一下男生好了 如果今天坐在那個哪裡 今天假設好了 你今天搭高鐵 這個女生坐在你旁邊 你會想跟他搭訕嗎 會不會想跟他搭訕做朋友 好 那如果這個女生說要跟你做朋友的時候 你們覺得會說好嗎 可以喔 可以喔 為什麼 送上門的什麼都不行嗎 蛤 蛤 為什麼 OK 好 所以 這個女生 你們覺得看起來是好人還是壞人 知道 全非全非 看起來像正常人還是最大惡極的人 好 這個女生呢 是一個新加坡人 前一陣子呢 前一陣子呢 她成為新加坡史上 第一個 殺人 殺人之後呢 然後沒有被判死刑的人 然後沒有被判死刑的人 根據報紙上的寫法 是因為 新加坡人覺得他 注意我的用詞 新加坡人 覺得他長得實在太正了 所以讓他判死刑呢 覺得實在太不對 所以呢 在他所涉及到的這個群毆事件當中 他應該 他應該沒有怎麼涉入 所以不應該判他的死刑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看到他正 就覺得他不會做壞事 但是事實上 他是那一個 把大家打死 打死人 打死人當中的過程當中的共犯之一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會因為 一些我們的偏見的部分來講 造成了 我們會對於 什麼叫做對跟錯 或者對於什麼叫做好跟壞 有了一個 不大一樣的判斷 跳到下一頁 再來 在很多時候 我們可能會 有一種 叫做所謂的一個 in-group的一個favoritism 主流行是說 我們會覺得 自己人 所以他就是 一定是好的 或者我們就要保護他 在這個過程當中 可能就不會想說 這個自己人 到底做的是好事還是壞事 雖然這個電影裡面來講 在《忠心時代千望之望》裡面就講說 被自己人教訓 總比被外人教訓要好得多 可是都是被教訓啊 為什麼外人教訓就比較不好呢 他並沒有清楚地 並沒有成功地把它理解出來 那是因為 他犯了一個 自己人這樣子的謬誤 而自己人這個部分 也涉及到 我們的倫理原則裡面 常用到的這個 就做所謂的一個 親近原則 好 跳到下一頁 再來 在很多的時候呢 很多的人他會過度地 去搶別人的風采 把別人的一些成就 當作是自己的成就 那麼這種情形之下 就犯了一個叫做 overclaiming credit 這樣子的一種狀況 那麼 像這樣子的情形之下的時候 會使得我們很容易 把好的事情 我們把它歸到自己的身上 把不好的事情 就盡量推到別人的身上 而我並不會仔細地去想一下說 這件事情當中 到底是什麼樣的情形之下 才會造成像這樣子的結果 所以某些人可能就會說 好 例如像我講什麼東西 就說 這是別人在黑我 會有像這樣子的現象 那最近的選舉當中 我想給各位看到很多這樣子的例子 再下一頁 好 再來呢 很多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因為碰到 有一些利益上的衝突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東西叫做人性 因為凡是正常的人 都會像這樣子 我們應該要追求自己的利益 所以 例如像可能好 像囚犯困境就是類似 像這樣子的道理 兩個好朋友 甚至要準備要看誰要坐牢 這種時候呢 搞不好就真的會發生 互相出賣這樣子的現象 因為自己不要做到比較好 可是 在這些所謂的一些 我們人的行為偏見的過程當中 就很容易讓我們忽略掉的一件事情 是說 到底什麼才是對的 什麼才是錯的 那這部分來講 算是我們在做所謂的一種 道德決策的時候 換言之去理解一下 這個事情當中 什麼叫對什麼叫錯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因為我們 我們那些主觀的習慣的行為 造成的 我們可能誤判的一些沒有誤 那好 現在問題出來了 這些東西來講 真的是最大不可惜的東西嗎 恐怕不是吧 每個人都會 例如像我以貌取人之類的現象 很容易會發生 那所以 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話 既然是每個人都會犯的錯誤 那麼我們要怎麼樣來避免 自己會犯到像這樣子的錯誤呢 請跳到下一頁 好 對於作者來講 他會認為說 在很多的 我們可以利用以下的手法 來幫助我們說 去降低這些 一些我們基於一般的人會發生的認知的習慣當中 而產生的密誤 包括說 我們在下決策之前 是不是可以多收集一些相關的資料 不要單憑一面之詞 以及來自於說是好 我們是不是乾脆想辦法 能夠盡量讓我們自己的環境當中 可以接觸到各種不大一樣的意見 以及最後 我們希望能夠讓更多的人 他們可以給我們在下一決定的時候 給我們一些參考的意見 來幫助我們避免 因為個人的一些刻板印象 或者個人的一些 improved favoritism 造成一些決策的謬誤 這是在這篇文章當中所提到過的 那下篇文章當中 談到過那個 Moral Disengagement當中 會更進一步的 去把我們在什麼時候會容易犯一些 我們自己都不覺得是錯誤的錯誤 以及說 當我們真的要犯這樣錯誤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樣來自圓其說 那是在下篇文章當中 會是主要探討的重點 好 到這個地方為止 有沒有問題 好 再下一個新的問題出來了 我們今天上課要放影片 對不對 然後我們的影片現在被吃掉了 被吃掉了 好吧 那你們告訴我現在該怎麼辦 線上播就是導彈 不是有片緣嗎 有 到達人來才能分進 到達人分進 到達人分進 請請告訴我一下 如果你是我的話 你現在會怎麼解決 韓內播到達人 你就要看有沒有那種 線上的賬號 然後可能裡面會有這一幅 喔有有有 我已經找到了 好 那我該不該播 不該 很好 為什麼 因為這是倫理課 很好喔 所以假設這不是倫理課的話 可不可以播 也不行 為什麼不行 我都付費的那種 像那個Netflix那種 喔當然 OK 可是Netflix它所給的是 個人的娛樂 娛樂的版權 而不是公播的版權吧 好 那這樣子的話該怎麼辦 快點告訴我一下 教學使用 所以就有一個 演繹的演繹 對演繹的演繹 基於教學上的使用 就可以欺瞞它的版權嗎 對 你們同意嗎 對 如果基於教學的使用 我可以播放 線上盜版的影片嗎 同意的人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一位 兩位 三位 好 不同意的人可不可以 OK 同意的人可不可以 告訴我為什麼可以 因為沒有進行交易 或者是宣傳 或者是有得到實力 在這裏 OK 所以我在上面來講 我並沒有獲利 這件事情我就可以做 好 還有什麼理由 是你覺得我可以這樣做的 剛剛有人舉說 覺得我現在可以放盜版影片的 應該放盜版影片的 誰可以分享一下 為什麼可以 講一下 OK 為什麼沒有差 反正世人都會這樣 到處看盜版影片 在家裡也在看 為什麼上課不能放 在家裡也在看 在家裡也都在看 好 那絕對不行的人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的理由 絕對不行的 為什麼我不能這樣做 我覺得那顯害到這個製造商的 權益 因為如果不看過 那可能之後就不會想再看一次 嗯 可是如果今天不介紹你看 你也不會想看啊 他都沒有賺到錢 也是有可能 但就是少一次那個機會 OK 好 那絕對 OK 就是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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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以前是 他 他是在那個 你想跟我講 讀術讀果的原則 是不是 他已經存在在 他就不該在那個 那個 高版的線上 裡面 所以就不能用 他在那裡 所以那個 所以那個 那個途徑 你的握的途徑 不是正確 所以你不應該 OK 好 那怎麼辦 現在大道說 我不該放 我現在該怎麼辦 下課 不是 好 除了下課之外 你們還想到什麼其他的理由 這可是你這也會 你第一盒子嗎 就證明你 擁有這個版權 哦 只是途徑不一樣而已 但對那個 原本的製造商 他已經 你已經付了這比錢 全公路 你已經付了這個版權的使用 只是 那個光點現在被要吃進去而已 好 之前這樣講 你覺得有沒有道理 有 可以說服你嗎 可以 可以 有誰還覺得這樣是不行的 我 為什麼你覺得之前這樣講不對 因為你要下課 除了下課這個理由之外 還有什麼理由是你覺得不行的 你覺得就看到嗎 在家裡自己看就好 上課幹嘛來看透吧 我也這樣覺得 唸教材 上課講教材 講教材 這些東西 或是回家自己看書就好 幹嘛來上課 我也覺得你們來學校很奇怪 好 我們剛才在示範的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就是在示範一件事情 放盜版影片對不對 不對 但今天我要不要做 對不起 我坦白告訴你來講好了 我還是得做 為什麼我得做 可能有各樣的理由都會發生 我可以大膽的宣布說 來我們家進行就下課 這樣我也沒事做 可是 對我來講 我就剛才問我自己了 怎麼辦怎麼辦 這樣會不會進度就耽誤了 找到這個東西 後面我該怎麼辦 在這種情形之下 對於我們人來講 我們都會去 想辦法去說服我自己 我並沒有做出 這件事情是有道理的 就算他是錯的 會被我講成 或者被我想成 他是對的 那這種行為算什麼呢 就是我們今天才談到過的 行為倫理學當中 所想探討的 各式各樣的一個主題 那在相關的一個 我們常見的論述的部分 還是一樣 我去看一下這個paper 然後呢 讓我 先讓我告訴你們大家說 我想做好人 不是因為 那現在我知道我做了這個事情 可能是錯事 但是因為我是被逼的 所以我還是好人 這個經理人該怎麼做 或者如果你是我的話 你今天會怎麼做 我們來分享一下 如果你是我的話 剛剛那個情形之下 你們會怎麼做 誰可以分享一下 沒有沒有 在本來不聞 找到了網路的片緣了 並且我發現了 學校裡面其實可能 還有別的地方 我也可以找 那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你覺得你是我的話 你會怎麼做 誰可以分享一下 你是我的話 你會怎麼做 我會 就我啊 如果有冤冤的話 我就一樣 跟剛剛的理由 我覺得我已經 擁有那個 騙拳的事情 你不知道你在做的是錯的事情嗎 可是 我確實是擁有它 只是我 現在因為一些 機械的 障礙 沒有辦法使用 所以你覺得 這樣就可以讓你去做錯的事情 我覺得我已經把這個錯誤 有迷幅到 好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還有誰 還有誰 去借那個 教育方式 想說去 OK 然後在剛剛發生的狀況是 來自於說我可以去借 可能還有再花15分鐘 才借得回來 然後可是 有人跟我講說 這邊找到了片緣了 在這個場景當中 你的選擇會是 繼續借 學校的片緣 還是會跑回來直接用這個 確認有的 所以你的理由是為了避免被告 避免自己出問題 所以來做這個事情 而不是因為那個事情是對的 所以你就覺得 你應該做對的事情 是哪一種 前面那種 覺得是為了怕被懲罰 OK 好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你有什麼不同的選擇 所以如果今天這不是倫理課 例如想這是策略課呢 那你就另當別的 為什麼 因為倫理課你就是 既然家這東西 你現在可以做好 這東西的表態 我有在跟你們講 什麼這都對 什麼這都錯嗎 沒有 但是畢竟這是一個倫理問題 嗯 對啊 所以就是既然 既然它是 一個倫理課 所以 一個事情該怎麼做 什麼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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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對 什麼叫錯的時候 以這個例子來看 會受到 這個課程的名稱的影響 什麼課都可以放這種片子 只有倫理課不行 這堂課應該要更謹慎地 記住你的這類的選擇 所以你就會期許 它是被遵守 更加地嚴格遵守這個法律 絕對不可以有任何的一個 違反倫理的行為 不然會覺得 這叫做 才說了嘴又打嘴 好 很好 再來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如果你是我的話 你剛會怎麼做決定 我現在是在拖場面 等其他的人回來 還有誰分享一下 我覺得應該還是老婆 因為這場課 身為老師也是有個 比較浪漢的成績 可是我為了進到我的職責 我做了一件 不對的事情 這樣合理嗎 例如像說 好 我為了救我的父母 我為了救我的父母 然後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主要一個例子來講 我母親要換聖 然後呢 我知道 你跟他聖是可以配對的 可是 你還沒有 你不願意捐給他 所以呢 我就想辦法把你迷婚抓過來 找克文哲過來 幫我把他幫你切開來 你覺得這樣子可以嗎 不可以 不過我想 現在就是 所以你是用機會成本比較小的理由 來說服你自己 像之前剛才講的 老師自己有買了那塊 就是今天的問題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不會想辦法自己 就要殺到 OK 所以事情不那麼嚴重 也會影響到 你對於 OK 很好 好 這些東西我們剛剛提到過 例如像事情的嚴重程度 還有 剛才所說的 我有買為什麼不能用等等 這些東西來講 其實都會是我們 拿來去 合理化自己理由的一個藉口 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一定都會用像這樣子的藉口 那我也坦白地講的事情是說 那個決定來講 我剛剛決定會下來的時候 原因很簡單 其實也是很簡單的原因 就是來自於說 我一直告訴我自己 這叫做利大於弊 然後 這種東西來講 其實是一個 常見的一個東西 那 作為 作為一個管理者來看的時候 事實上 就氣管來講 氣管我們本身所秉持的 並不會秉持所謂的那種 像是 絕對道德主義那樣子 去說什麼事情一定可以做 一定不能做 而且我也不覺得 世界上有任何的人 有資格告訴各位說 什麼是絕對不能做 什麼是可以做 因為我覺得 只有一種人有資格 講這樣子的話 那個人現在在上面看著我們大家 只有那個人有資格 可是 但是 儘管是如此 儘管只有他有資格 我們每個人還是要做一些權衡跟判斷 像剛才我在做這樣子的權衡跟判斷來講 其實 我的理由很簡單 是說 一 我告訴我自己的事情是說 一 這個事情不會傷害到任何的人 以及說 二 這件事情 如果不做的話 它會有更大的後遺症 所以 基於像這樣的情形之下的時候 OK了 基於這樣情形之下的時候 我的決定是 來 我來用像這樣子的手法 然後 現在他又給我一個新的挑戰 你們看到了 來 我們的電腦回來了 影片可以播放了 然後我們的 盜版影片已經抓好了 在這個情形之下 播盜版 我應該播盜版 還是正版呢 覺得該播正版 等一下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好 覺得該播盜版 等一下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會有 瘋狂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倫理課看這樣子 看老師做傻事會覺得很有趣 告訴你 我講的都是假的 好 除了這個理由之外 還有什麼理由 你說想看盜版的 理由是什麼 沒有 其實 既然正版好 當然是看正版 不要 做一些 違法的事情 OK 所以你們不會覺得說 我多花了一點時間等待 我們把機器架起來 這個過程當中 會耽誤到我們的上課時間 你一筆點都不覺得這樣是不對的事情 問題是因為 正版 就沒辦法使用正版的時候 所以才會有那些產產 但是 既然 已經花費了這些事情跟時間 但是後來 既然還可以拿到正版的話 它當然是以你們遵循法律 是 好 好 下禮拜搞不好安排另外一個活動 讓你們測試別的東西 謝謝 謝謝